早上八点听天下 掌握国际财经趋势 零时差 你好 欢迎收听天下零时差 由台湾团队主创的一支 长达七分半钟的广告 为什么能拿下 由广告界奥斯卡奖之称的 坎城创意奖娱乐师最大奖 带领台湾广告走向新的里程碑呢 今天我们就来分享其中的秘诀 广告中一起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老伴 一个月前过世了 老爷爷硬是等到死亡登记期限的那一天 最后一刻 才带着户口名簿到户证事务所办储户 舍不得奶奶就此从人间消失 爷爷一句 这个名字可以留下吗 这句话不知道逼哭了一幕前 多少观众 这支由电通行销传播集团旗下的 电通MB广告公司 为新一房屋打造的 信任幸福形象广告 去年十月底首播 不到一个星期就超过了 1400万观看 4400次分享 400万按赞 今年六月底呢 更传来捷报 因为影片夺下了2021年 坎城创意奖娱乐师的全场最大奖 得奖后 在新闻媒体的报道之下 广告的观看分享人数继续攀升 YouTube点阅率又多了2万 也就是说在资讯爆炸的数位年代 这支长达7分23秒的信任幸福广告 不但没有让观众不耐烦 说中文的内容还抓住国际评审的心 让电通MB从美国 日本 英国 巴西 泰国等全球参赛者当中脱颖而出 首次拿下娱乐师的最大奖 带领台湾广告踏上新的里程碑 坎城娱乐师评审团主席古德曼表示 防众业是不容易沟通的产业类别 很惊艳来自台湾的防众业广告 故事能如此动人 这件作品透过改变文化 帮助推进客户生意 并且做得非常美好 他观看时深受感动 好几次都忍不住落泪 政大传播学院特聘教授陈一鸣表示 这部广告的叙事手法是跨越文化 内容带有台湾的风土人情趣味 同时也扣连住品牌 他认为 买卖房子和婚姻一样 都是人生的重大决定 如何信任对方 可以共同承担未来 实在是关键 一般来说 广告很重要的部分在于卖产品 然而电通MV和信义房屋 合作很多年了 拍的广告多半不讲销售 而是着重房众 为社区带来的修缮 雨天送伞等隐藏性服务 这一次信任幸福广告 更是看不见任何房众 店面招牌的身影 而是把镜头带到护镇事务所 从一位女性护镇人员的工作日常 看她对婚姻的态度 如何从怀疑到相信 背后要谈的其实就是信任 选择从怀疑婚姻的 移婚角度出发 其中一个灵感是来自电通MV 台湾创意长周立军 他被去年台湾离婚率 是亚洲第一高的新闻给吓到了 其间动脑会议 团队有成员提到 在护镇事务所上班的朋友 一天之内办理了出生 结婚 离婚 死亡 从人口的迁入到迁出 任医生的重大抉择 欢喜和悲伤 全都浓缩在护镇事务所 小小的柜台之前 这让周立军眼睛为之一亮 认为护镇事务所 是面对人生悲欢离合的 第一残酷现场 很适合谈信任 进而在和品牌做连结 他认为 结婚 另一个说法就是成家 不只是相信未来的表现 也是购物很重要的动力 特别是民众一辈子 接触到房仲的机会 大约只有一两次 对房仲在买家 卖家之中赚取利润 多半会带着 半信半疑的态度 这和适婚年龄的男女 面临要不要步入婚姻的犹豫 其实非常像 电通行销传播集团 台湾执行长 唐新慧认为 这部作品把人和人的 不信任感 不婚议题 紧密扣帘 最后再回到房仲业者 传达的家的价值 他强调 不只是娱乐感动到大家 结合社会议题 也让月听众反思 至于这部不卖产品 只传达里面的房仲广告 为什么让电通MB 得到国际大奖的肯定呢 我们也归纳了几点秘诀 秘诀一 广告要被讨论 在社群病毒式传播 社群年代 广告传送的方式 不再只限于电视 周立军说 过去是被动观看 如今则需要创造话题 让人们talk about 也就是讨论 要用观众喜欢的角度 来看世界 否则手机一滑 广告就很容易被忽略 在信任幸福广告 推出前一个星期 电通MB透过 时事网络大数据分析平台 网络温度计 发起了一个 移婚时代的话题 从最近五年的结婚离婚统计 列出关系出现裂痕的十大征兆 随着讨论热度上升 再顺势推出 移婚出发的广告 用影像表达难以言喻的心情 擄获年轻世代的心 起初信义房屋 先从电视30秒广告下手 勾引观众好奇 隔天网路再播出 7分23秒的完整版 从网友社群媒体转发之下 成为广告裁判社群 2020年分享率最高的广告 将近有一万次分享 也是去年Google 下半年最受欢迎的广告 周立军说 广告抓住 本来就关注 移婚议题的民众 透过议题调查 让关心这个话题的人浮出水面 进而成为广告传播的媒体 秘诀2强迫推销 没好处 让产品融入故事 指导广告的导演 罗景仁分享 以往为了让故事被说得完整 他多半会和客户争取 让骗子长成他应该要有的长度 这次在交骗时 他刻意不说骗长 让客户不经意地看完 用影像说话 不知不觉中 大家也认可 7分半才能好好铺陈情绪起伏 新一房屋从后台数据分析 有四分之一随机看到广告的民众 会不自觉把影片看完 另外也有16%的人 明明知道是可以略过的影片广告 还是会看到最后 观看人数呢 以25岁到45岁居多 占了87.3% 符合广告设定的目标族群 说中这个年龄层 面对未来的不安和顾虑 像是有网友就留言指出 这是少数会完整看完的广告 或是这个广告竟然没有让我急着暗略过 甚至还有网友表示 看完决定要跟女友结婚 或是内政部应该要颁发奖金给你们等等 影片一直到最后才放上一行字 幸福是和信任的人一起找到永远 不找痕迹地带出了房仲品牌 民众聚焦在故事情节 信义房屋策略长周庄云表示 长期以来他们是在建立品牌的形象 广告不提产品 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挑战 但是能让民众在不知不觉中 看完气氛半的广告 代表影片本身很有吸引力 证明这样的挑战值得 秘诀三 真实性的内容更容易引起共鸣 一个故事要说得好 内容的真实性扮演关键要素 看过广告的人肯定会对老爷爷 不舍奶奶除户的段落印象深刻 而这也是出自周立军的真实故事 他提到多年前父亲过世 他跟广告里的爷爷一样 请护证人员不要画掉父亲的名字 唐信惠则说 网络时代资讯全面透明化 一旦作假装画得太浓 消费者就不容易被打动 他在广告业界多年了 理性拆解影片的专业技能 早就凌驾感性 即使知道老爷爷这段 会让观众情绪满意 他自己却还是忍不住鼻酸 他说五年前自己也失去母亲 那种心痛和不舍 会想要做一些事 把深爱的人留到最后一刻 秘诀四 庆祝得奖 再为广告带来瞩目 得奖之后呢 唐信惠做了一项创举 他紧急向文华东方饭店下订单 要求设计两款客制化蛋糕 让集团一千多名 分散在北中南居家办公的员工 都能够在同一天之内 拿到两个集团定制的蛋糕 一起在线上庆祝 接受访问的时候呢 唐信惠在电话那一头 非常骄傲地说 台湾人太谦虚了 该庆祝的时候要好好庆祝 况且这是在台湾广告室上 破纪录 非常难得 也深具意义 不过三级警戒后 有的员工回到墾丁老家居家办公 要怎么在一天之内 把当天出炉的蛋糕 分别送到一千多人手中 还不会融化呢 唐信惠笑说 这个行业最棒的就是创意 山不转路转 团队要想尽各种办法去克服 他们把这项庆祝活动 也当成执行一项创意 唐信惠透过象征庆祝的蛋糕 在疫情期间 凝聚一千多个员工 还制作台湾创意没有极限的脸书大头贴特效框 提升为产业庆贺 当天在脸书也引发广告圈的讨论 有人甚至还留言问 电通有没有缺人 让台湾创意被看见的同时 也为品牌行销 国三就到纽约读书的唐信惠大学毕业后 回到台湾 就踏入广告圈超过25年了 他一路看着台湾广告在国际上 走出自己的特色 他认为擅长在广告中 挹注富含细腻的在地文化情感 是台湾独有特色 而用常描述的影片 更能做到品牌内容娱乐的效果 和情绪经营 只不过数位年代 广告该长或短 没有人说得准 但在唐信惠心中 有人性洞察的创造力 和品牌观点是产业的最大价值 即便是AI和机器人 也无法取代 毕竟故事只要能打动人心 即使在场 观众都愿意在数位洪流下停下脚步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下 临时差 由正经文撰文 另外随着疫情逐渐松绑 你好奇下半年经济走势 会有什么变化吗 天下杂志是经济学人 唯一授权的台湾新闻媒体 8月2号下午2点 将由经济学人在天下主持人 天下副总编辑陈一山 和金库资本管理合伙人 丁学文在线上直播 向大家解析下半年的 疫后经济走向 听众朋友们可以点击 节目资讯栏的连结 来立刻报名 我是奥利藏 我们下个星期一早上 8点再见